明迪比薩斜塔 让你不用去到意大利 也能拍出苦手照片 石砖启程的造景 仿佛把巴厘岛天空之门 搬到花莲 游客快门停不下来 眼前就是辽阔太平洋 躺在懒人沙发上 一旁有着茅草屋顶的凉亭 感受满满南洋风情 体验未出国 清明年假五天四夜 来不及出国玩一趟 不少游客选择到后山走一走 目前清明年假的住宿率 前三天大约有将近八成 往年来说将近剩余两个礼拜 才会有这样子的数字 那今年呢 其实提前一个月左右 就有这样的数字 代表客人 其实今年清明年假到花莲 的意愿是非常高的 廉价旅游人气旺 担心景点被挤爆 不想人挤任 后续也有旅宿业者 抢搭六千元热潮 花莲福庸饭店 电话预定是仅客房 夾六元就能多住一晚 再送价值六千元的餐饮 设施体验券 而理想大地则是推出 两人同行豪华客房 一晚六千再送六千 抵用券 一台车里能吃能睡 功能完善 想玩点特别的露营车 九十亿后新选择 均品旗下的Ventail露营车 足一天送一天 原价九千多 现在四千六百八十元 几乎是打五折 美食优惠当然也少不了 台北六福万一酒店 六千元买餐饮套券 每一千帮你放大到 一千三百八十元再送六千折价券 出门旅游就是要吃好睡好 各家业者祭出优惠 掳获游客的心 抢占六千商机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氏 还没有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氏YouTube见面